各位教授 大家好 听完梁富侯所说的学与教的范畴之后 我这部分就讲学生的成长 就是我们用什么理念 他们怎样对待你的子女呢 因为他进入中学之后 他在中学的时间有六年 而且如果你的父母是相职父母 就是要上班的话 学生留在学校 见到我们老师的时间 分分钟多过见到你们自己 所以我们的理念是怎样 就会影响我们怎样管理我们的教师团队 以至到校工用什么态度 去对待我们的学生 这就是关乎他们成长的价值观的培养 我们学校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 我们奉行这个基督博爱的精神 教导我们的学生 每一个孩子他们生出来 都有他们的不同的潜伦 那就是一个人天生 都有他自己天生的本领 譬如说一条鱼 他游水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用爬树的标准 去量度一条鱼的话 那条鱼一世都是一个没用的家伙 所以在多元智能里面来说 是说一个人有八个智能 有些人语文很厉害的 有些人数学逻辑很厉害的 有些人艺术 运动或者音乐 甚至有些人际关系 以及一些内省的能力 就是他的EQ能力 还有一些大自然的观察 不同的有他不同自己的本领 所以在学校里面来说 我们不会只是单一用学业成绩去量度他的价值 可能学业成绩以外 他还有其他方面的天赋 只要给他机会发掘 他对自己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就会得到提升 提升的话 就会令到他自己更加有上进心 但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们学校为学生所提供的科学活动 都是有很多样化的 虽然学生不能够回到学校 但是我们也透过网上 或者是小组形式回到学校 都为他们提供不同类型的科学活动 至于正常的上学环境下 一般学校有的科学活动 我们也有 就在这里不再详述了 特别是我们在学校里面 在这几年里面 我们很着重发展 我们学生的自然观察智能 那种绿色概念 我们越来越发现 这种概念 对我们学生的个人成长 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看到很积极的作用在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学生很多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电子媒介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 从而他们少了接触大自然 多数是沉迷于网络 手机或者电脑等等 我相信家长都会觉得很烦恼 但是当他们接触到大自然的绿色生命力量的时候 我发现学生无论在责任感情绪或者人际关系 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们试过 培药他们 有些蝴蝶 让他们枯化成为虫 然后再胃截 由一班同学负责看顾他们 然后直到结涌 最后成为蝴蝶 然后将它放生 整个过程观察生命历程的转变 这些同学非常有兴趣 还有很有责任心去照顾 除此之外 刚才也说到 校园的小农夫 由学生亲自播种 直到植物的成长 再灌溉 修剪等等 这些都是学生他们亲自的参与 还有 我们学校也用了艺术治疗的概念 让同学透过干花 或者制作一些不同的生物 但是用植物去做 同学在这个做过程里面的时候 也促进到他们的人际关系 以及对自己 带来很多很多的欣赏 在这些整个过程里面 是不需要看着手机的 还有刚才梁虎都提到 蜥蜴和照顾鱼缸 同学除了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之外 它还有它的责任感 因为如果照顾一个鱼缸 里面的水草和小生物 例如蝦和鱼 全部都是真的有生命的 如果它们忘记了喂食的话 那些鱼可能会攻击蝦 如果它们忘记换水的话 那些水可能因为鱼的很多 糞便的原因 导致它的营养过程 就会爆出很多组类的植物 来整形整个鱼缸的生态 所以同学也学习这种责任感 去照顾这些绿色的植物 所以这些绿色的概念 就能够帮助到学生 他们的成长 对生命的尊重 爱惜生命 因为一些学生 不要看他们平时 可能说还皮 但是当他们对待一些 弱小的生物的时候 他们的爱心和真性情 那种的态度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就不只是用一个学术上的角度 去评价一个人的价值 而是看到他的另一面 善良的一面 有价值一面 那学生得到认同之后 他们就会自然喜欢上学 和自然喜欢在学校里面的每一样的事物 包括教导的老师等等 所以学生也学习到这种承担和照顾的责任 也学习了和分工合作和人际关系的发展等等 那我们针对青少年的品格的成长 我们留意到青少年在这个阶段里面 他们是在经历一个叫反叛期 我相信父母很多时候都觉得 子女好像踏入了青春期之后 是特别不听话 但是其实这种的不听话 只不过是人生的历程里面一个转变 他是有一个儿童的阶段 慢慢转变成为成人的时候 他有一段时间去经历这个反叛期 这个反叛期 其实就是因为他的智力和思考能力开始发育 但是因为他人不是很成熟 所以他在很多事情上想自把自为 想自己决定的 但是很多时候因为他自己的经验不够 或者是不成熟的表达方法 导致父母觉得他们不听话 所以其实你要看到他的品格的成长 其实是跟他的反叛期的时候 你家长是怎样去容忍他 还有带领他们想起一种正确的思考模式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理念 所以反叛期我们就不会简简单单 就说这些小孩这么矮 其实矮是一个比较负面的贬义的看法 其实是反映了他可能有到他自己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他得不到大人的认同 也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所以导致他用激烈的方法去表达出来 只要透过适当的沟通和辅导 引领他去从一个正确的观念去想的时候 这些佛弟们往往很多时候将来 大过了的时候会成为一个人才来的 因为他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表达方法 所以呢 我们去针对学生做错了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一直在这么骂 骂完了都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只是知道被人骂 是吧 这种教育是没有意思 所以错是错在哪里 那你怎样做才对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再做好给我看看好不好 那如果他能够做到的话 我们就正面鼓励他的行为 那他这种负面反叛的行为 就慢慢消减 就是因为你认同了他正面的行为 所以我们去处理学生这种的 有时候是因为个性态度的不成熟 而导致他们错误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正确的 引导方法去处理他们的 其实在过往 现在最近已经好几年了 我们学校已经很多年 没有处理过学校里面的欺凌事件了 我们周一时有时候在网上看到 有些学生欺凌同学那些 甚至乎要触及到警方等等 其实在过往这几年里面来说 学校自从用了这个复和理论 这个处理模式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学校的欺凌事件 已经是差不多 我们很少要处理到 多数都是因为不成熟 或者是玩得过分了 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可教育的 如果他是做得不对的话 就在最微小的冲突上 我们帮他复和 复和了的意思就是 不是单单用处分 而是解释道理给他们听 你错在哪里 当事人给你这样做 他有什么感受 要聆听当事人的感受 犯错者去学习配改 这就是基督化教育的精神 犯错者学习配改 而受伤害者被人弄到的人 是不开心 那你可不可以学习搬书 如果大家能够做到这样就复和 复和 复和到的话 大家的仇就不会隔夜 是吧 所以人制关系发展 就会得到和諧了很多 在这个 我们学校做过一个 全校性的问卷调查 在班级经营上面 问就是 他们到班主任的经营 班的气氛 班风的感觉是怎样 很多学生给的评价都是超过百多九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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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上我们下网可以详细看到我们的访问纪录 在卡佛大学他做了一个追踪了七十多年的研究 研究人员要去到第四代 最近这几年已经公布了一个结果 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找回这个结论 他的结论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是取决于什么呢 不是你赚多少钱 或者不是你有多少个学历 而是一个人是不是拥有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呢 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快乐的基础 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面成长 过往那六年里面由十二至十八岁 在清晨年最成长最关键的时间 他能够学到好的人际关系 很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自己有的人生的目标 从而他喜欢学校的生育 自然他对自己的学业各样东西会有期望 这个对他们一个最大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有两段片 一段我们访问中一的学生 如果访问中一的学生 我们是没有跟他预先夹庭 或者教他说什么 你看到学生的回应和反应 全部都是真情流露的 第二段片就讲我们的家长 对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的看法 希望你们看完我们这段片 那你会对我们学校的教育理念 又有更清晰的概念 第二段片就好 好 是的 有很多共同店 我之前讀小学的时候 这里有个朋友正在读中二 听他们说这间学校都很好的 老师也很好 我哥哥正在读中三 我听他说 这里的老师不得教 并且他可以教你更多东西 老师是挺好的 而且他有什么都做得好 他都会将来我们的 有什么都做得好 你中错东西就犯你 你不做他,是奖你 有奖来,有奖来有法 奖復分你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听不明白 也会经理外籍老师说的 那么如果真的问其英文老师 就可以帮忙翻译 因为我们平时讲广东话 有时讲英文说得不太好 外籍老师就会指导我们的英文 如何说得更好 如何说得更好 平时做得好还是做得不好 老师都会跟你说 做得好老师自然会称赞 你做得不好 老师也会展示 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也有很多道理 让我们明白 就是如果你是不听话 那如果一时做得差 会鼓励你 你真的不会一味的那样 大家相处是融合吗 很融合的 很融合的 对 对 对 直中 直中 一日时多的时少 好 有时星期五会比较多 一日星期六 给你房价 经常给你回家找书 那些 即是你应付得到的 对 应付得到的 我是ABC 我学到如何煮食 封印 那些职业 那些东西 因为我本身经常会煮食 再煮就更加懂 学到的东西多了 如何分配营养我的东西 我们煮食 我选择的家庭和生活 之后 当然煮食 都挺好玩 煮完之后 还可以自己回家吃 那你进来这间校图 你父母会不会觉得 比较小孩 你会觉得你回家 开心了 还是怎样 会呀 开心了很多 开心了很多 对 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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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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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